各位同學,我們今天繼續學習法家與中國文化專題 上次討論過韓非子所提出的自覺理論 他認為君主必須掌握義病、刑、德才可以控制神下 令他們為君主尊忠 韓非子這裏所說的德其實並不是道德,那是指什麼呢? 韓非子所說的賞賜其實就是利益 他認為好利是人的本性,針對這一點他主張用賞賜來利誘大臣 令他們可以為君主奔走效力 所以韓非子對人性的看法與儒家大不相同 大家都知道,孟子主張人性本善,只要將天性的四端 人、義、禮、志加以擴充、法揚,就可以修養好自己的品格 但是韓非子是由另一個角度去看人性,大家先看看以下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此驅出父母之懷任,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 累其後便,繼之長離也 故父母之於子也,由繼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放無父子之責苦 這段是出自於韓非子的陸返 韓非子指出當時社會上的甚麼氣氛呢? 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他指出父母對於子女,生男子就會互相祝賀,生女就會將她殺定 懷任是甚麼意思呢? 是指懷抱,依親,此驅出父母之懷任,是指兒女都是生客來給父母親抱在懷裏面 但韓非子認為有些父母為何會殺死女嬰呢? 在這句裏面,累其後便,繼之長離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考慮到後來的方便,計算長久的利益 主要是指男性可以夏天耕種,有利於家庭的經濟利益 而女子氣力較為猶弱,沒有這種生產經濟的能力 所以就會殺掉女嬰 韓非子由父母殺女兒的事件,推出甚麼道理呢? 在這句裏面,責是甚麼意思呢?恩情 如果用白話文翻譯上面的三句的話 就是父母對於子女,尚且會用計算利益的心理對待他們 何況對待沒有恩情的人呢? 韓非子推論出人和人相處都是用利益來計較 即使父母和子女有骨肉之親,也不例外 那你同不同意韓非子上面的說法呢? 這當然是韓非子的個人見解 殺女嬰不是正確的行為,而是罪行 但是在古代,人們都有重男輕女的思想 再加上一些人的生活貧困,沒有能力養育兒女 就會做出殺女嬰的行為 但是他們這樣做,主要是因為走投無路才會做出這些罪行 如果政府能夠像孟子那樣做好制民資產的措施 他們就不會做出這些行為 所以君主也要反省,究竟有沒有推行人證呢? 有關於制民資產的措施,可以看回中五 儒家與中國文化專題 再者,社會上也有很多父母對子女付出無私的愛 我們不應該以部分人所做的過錯,就以偏概存 來推斷人性是貪求利益,而沒有溫情的 讓我們做兩題練習吧 看看參考答案 然後我來周邊